欢迎收看您好台北市要来看看这个礼拜台北发生了什么事 大家好我是张宁我们又见面了 这个礼拜一开始呢要带大家来关注到是数位化浪潮的来袭之下 什么都要转型当然商圈也是不例外的啦 台北市商业数从民国109年开始呢就积极推动计划 来协助台北市的商圈还有店家数位转型大升级提升竞争力 那么呢当然也是有成果啦 所以日前呢是邀请了四个商圈还有七间店家一起来举行成果发表会 而且呢在现场展示之外还要分享辅导的成果 而其实呢辅导促进商圈活络发展一直都是北市府很重要的政策项目之一 那么面对后疫情时代新常态的挑战 要适时的转型才会有竞争优势啊 所以辅导的方向就是从优化通路 还有电商经营VR技术应用到数位行销 将这个科技创新结合实体店面经营透过了线上 还有线下的整合来引引消费形态的改变 并且策略布局新零售时代 同时也很鼓励哦各个商圈还有店家来加入辅导的行列 共同推动智慧商业一起提升竞争力一起影响无限商机 还有北市河岸美景再加一 台北市政府最近整介了关渡码头河岸 打造了结合这个缤纷的装置艺术还有唐椅的水岸广场 那么在关渡码头呢除了河岸自行车道之外 还有这个关渡工的今年之外 到了10月份的时候还有满满的活动在等着大家 关渡码头呢其实是临近关渡工哦 也是淡水河岸自行车道一个很重要的休憩点 所以北市府水利处在去年的时候就赤字了 2800多万元进行的改善工程 扩大整平河岸广场还有木栈桥 以及串联河岸自行车道和关渡自然公园等等 也设置了装置艺术造型景观步道 让大家来到这里的时候可以好好享受美丽的河岸风光 那么有兴趣的朋友们都可以来这边走一走哦 再来我帮台北捷运拍拍手 台北捷运通车满25周年了 经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 民众们从一开始的长歇到现在呢 台北捷运变成了大家生活当中不可或缺很重要的交通工具 不过当然好还有更好 为了要打造绿色运输典范城市台北捷运是不断的进化 现在呢要推动这个环形路网 目前是持续新建当中的路线有万大线第一期 进度是53.24% 预计有在民国114年底就会完工了 那么新一线东延段预计是112年底完工 另外这个万大线第二期还有环状线北环段和南环段 现在呢都已经完成了细部的设计 在今年会陆续发包施工 预计117年底就会完工了 那么全环路线呢总共是49.2公里 有42个车站 在10年之后哦 这个台北捷运的路网呢 可以达到210.4公里 还有182站以上 不但活络了经济 更可以打造低碳永续城市 可以说是一举多得 又到了台北福利社的时间啦 赶快来看看这个礼拜为大家整理了哪些资源 要跟大家分享吧 首先来看到台北自带水事业处110年度扩大真材 预计在5月到6月这之间要办理新进职员真事 科别包括了图木工程企业管理等职员有13名 还有机电类技术是17名 正取总名额30名被取47名 只要过了试用期 新进4级工程师的起薪上看51K 一级工程员也不错也有42K 而除了月薪之外 每一年还有绩效奖金考核奖金 想换工作的朋友们不要错过咯 家中有毛孩的人要注意咯 该打狂犬病预防针了 台北市动宝处提早启动了两场次的 动物狂犬病疫苗以及宠物晶片巡回注射活动 在20号还有27号登场 每一场提供了100剂狂犬病预防注射 还有50支的晶片植入 以及宠物登记免费服务 猫奴们最爱的5左剂狂犬病疫苗 北市动宝处限量加码 提供任养加猫 每一场35支优惠注射的服务 每剂只要200元 另外为了要活络北市旅游市场 北市官船局就表示了 从4月1号开始到30号这期间 受理申请今年7月到12月 在台北市举办活动 鼓励民间单位办活动 带动旅游的人潮 官船局就说了 今年的观光活动补助总预算是 800万新台币 那么第一期上半年呢 核定了365万 第二期下半年 还有435万的预算 可以供大家来申请 那么各单位只需要编列 50%的自抽款 就可以在极限里头向北市府来提出咯 最后 为了要庆祝儿童节 天文馆在4月2号 特地举办了两场免费的儿童剧 太阳饼的传说 上午场的活动时间是11点到12点 那么下午场的活动时间是2点到3点 表演场地在三楼第一演讲室 欢迎喜欢儿童剧或是舞蹈御动的亲子们 在3月22号早上9点可以到天文馆的网站来报名 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哦 而除了网络报名之外 在开眼前的20分钟也提供了50个席次 公民众在现场报名 好啦 以上就是这个礼拜 为大家整理出来的资源要跟大家做分享 那么想要知道更详细的话 大家可以到各局处的官网来做一个更了解的查询 可以知道的比较清楚哦 那么这个礼拜的你好台北市我们就到这边告一段落 下个礼拜再见咯 bye